最近在電視上常常會看到一些 我有時候在想 如果這些受害者在一開始發生 家暴行為的時候 就知道要去申請家暴保護令 可能就不會發生今天新聞上 但是家暴保護令的內容到底是什麼 又要怎麼申請呢 大家好 我是八毛律師 家暴保護令分成三種 也就是 緊急保護令呢 是基於被害人有遭受家庭暴力的 那檢察官、警察機關 或是各地的家庭暴力防治中心 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請 那因為是 緊急危險的狀況 所以法院在受理 四個小時之內就要決定 應不應該 核發這個緊急保護令 那第二個是 暫時保護令的家暴程度 雖然沒有達到我們剛剛說的 急破危險的程度 通常保護令在審理期間 畢竟需要一段時間 所以它就是用來填補 被害人在這段時間 人身安全的 保護空窗期 那 暫時保護令申請 核發之後呢 通常就會直接幫你再申請 通常保護令 通常保護令就是 我們一般想像中的保護令 那通常保護令跟暫時保護令 除了我們剛剛講的 檢察官、警察機關 各地的家暴防治中心 可以申請之外呢 被害人自己也是可以自己 向法院去提出申請的 那這邊特別要澄清的是 很多民眾會以為 所謂的家庭暴力 值得一定要是肢體上的暴力 他會以為說我一定要是被打了 或者是被砍了 要流血要受傷 有驗傷單 才能去提出這個 家暴保護令的申請 但其實我們家庭暴力防治法裡面 規定的家暴行為 包含了 也就是說如果他今天是 言語上的羞辱 言語上的恐嚇 跟蹤、脅迫、騷擾 這一些其實都是符合 我們家暴保護令涵蓋的範圍 比如說如果你先生今天 一發脾氣就摔杯子 摔東西砸電視 他雖然沒有打你 可是他在摔杯子的過程中 可能會一直恐嚇你說 你信不信你再一次 老子就殺了你 這一種言語上的威脅 那這些行為 包括砸杯子 雖然不是砸像你 但是這些其實都已經屬於 我們家暴保護令 所定義的 有的人也會以為說 家暴保護令 他可以申請的對象 只有同住的家人 但其實我們家暴防治法裡面 規定可以申請的對象有很多 包括有或曾經有 婚姻關係的夫妻 譬如說現在是夫妻關係 或者是已經離婚了前夫前妻 或者是現在 或曾經有同居關係的 男女朋友 有直系寫親的人 譬如說父母子女 祖父母跟孫子孫女 那曾經有 直系婚親關係的人 譬如說 媳婦啊公婆 兄弟姐妹叔叔伯伯 外甥舅舅這些 四等親以內 其實都是我們 家暴保護令保護的範圍 那特別要說的是 在家暴防治法的 第63條之一規定 如果你雙方曾經是以 情感或是 性行為為基礎發展 親密的社會互動關係的話 也符合我們 家暴保護令的保護範圍 譬如說你們曾經是 男女朋友 雖然沒有同居關係 可是如果 分手後 他對你有些 暴力行為的話 你其實是可以向法院 申請家暴保護令的喔 那接下來就要跟大家解釋說 家暴保護令的內容 到底可以包含什麼 第一個是你可以申請對方 不要再對你有 類似的暴力行為 或者是說 如果他對你有跟蹤騷擾的話 你其實可以禁止他 繼續對你有這些行為 然後禁止他跟你之間 有非必要的聯絡 那如果你們是同住在一起的話 譬如說 嫁害人跟北海人是住在一起的話 其實是可以要求 嫁害人簽出這個住所 也可以要求他遠離你的學校 或者是工作場所等等 那如果他違反家暴保護令 譬如說已經要求他 遠離你的學校 結果你放學的時候發現 他居然在你的學校門口等你 如果發生這些 違反家暴保護令的行為的話 其實是會有刑責的喔 是可以除以 三年以下的有期突刑 那暴力行為有的時候是 突發狀況喔 而且精神暴力也沒有驗傷單 有的時候當事人會跟我說 他算被家暴了 可是他沒有辦法提出任何的證據 被害人如果認為 有必要申請保護令的時候呢 還是可以向法院提出 由法官去審酌是否應該合法 那要怎麼申請保護令呢 可以去民事法院填寫保護令的申請狀 或者是你到轄區的派出所 請警察幫忙 那有警察為你填寫這個 家暴保護令的申請狀 再轉交給法院 不過必須最後一定要提醒大家的是 家暴保護令雖然有一定的嚇阻作用 但是最糟糕的是 我們不怕壞人 我們怕瘋子 要是對方已經喪失理事喔 其實跟自殺突擊隊沒有兩樣 保護令對他來說 根本就是廢紙一張 他不怕 所以如果在交往中 你發現對方有嚴重的暴力傾向 而且他是很容易失去理智的話 請立馬認賠殺出 能跑多遠跑多遠 能用跑的不要用走的 能搭高鐵就不要搭火車 這種時候不要去跟他賭氣 因為有的時候會有當事人跟我說 做錯事的是他為什麼是我要躲 但這個時候真的不是賭氣的時候 留得青山在不怕煤柴燒 再說一次家暴保護令雖然有保護的作用 可是家暴保護令不是萬靈丹 所以除了申請家暴保護令 請你還是要好好的保護自己的人身安全 能離這個家害人 能離多遠就離多遠 自己的生命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愛心並分享給親朋好友喔 是在Hello每天下午5點 Light Today生活分類準時上線